好的交易员,牛市熊市都赚钱,大家好,我是大宝哥 今天的视频我尽量往短了座 所以在开头先说结论 我认为比特币马上要来一波大回调了 甚至说是整个币圈都马上要来一波大回调了 而且这个时间段很有可能是9月的中到末端 那我是怎么去得出这么一个结论的呢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张图 这个图叫MeanPool 什么叫MeanPool呢 MeanPool讲的就是我们比特币的链上交易量 或者说链上的活跃量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真正的链上活跃量 在1月份到4月份左右它是很高的 然后5月份这块开始有一波很大的下降 然后后面就发生了519事件 那么链上交易量其实是比特币链上数据里头最重要的一环 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我们比特币的链上交易量 从7月10号到现在 即使币价一直在拉升 但是链上交易量一直没有跟上来 那么著名的研究机构Glassnode也指出了这一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链上活动量跟币价有了一个背离 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因为上一次我们出现这样的信号的时候 就大概是在5月10号左右 在那之后我们经历了币圈的519和价格腰斩的事件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数据 第二个数据呢是我们比特币的市值占比 这代表了市场上有多少钱现在归属于比特币 如果说市场上大部分的钱都归属于比特币的话 那么说明这个市场目前是比较稳健的风格 而当大部分的钱流出比特币的时候 这些钱会流到哪呢 它会流到一些空气币或者半空气币这里 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近很多空气币满天飞 很多那些所谓的供链什么的也满天飞 因为钱从比特币这里慢慢的流出来了 但是事实上是最近最火的是什么 是NFT对不对 NFT有个叫Bored Ape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啊 这么一个头像 它现在的最低价格都差不多要40万美金 你觉得一个NFT一个数字收藏品 卖到这个价格是正常的吗 就是说现在市场又进入了一个非常狂热的状态 那我们来看一看比特币市值占比 上一次跌到这个位置附近是什么时候 上一次跌到这个位置附近的时候 是多少5月15号到5月17号左右 就在我们这个市场崩塌之前 它出现到了这个位置 那么现在我们的位置也正好是在这个位置 OK那这是第二个我们要说的数据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以太坊的走势 跟2017年那一波回光返照是很相似的 当然了后面这一波啊 它后面还有一波再上涨 然后才开始了最大的下跌 所以我一直说说资金流动资金流动的 我们这个比特币现在这个钱 现在正在往以太坊里头流 我们在以前的视频里头也提到过这个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我2021年5月20号发布的一期视频 这里头跟大家说了我对于市场上资金流动的一个思想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比特币的钱的流入以太坊 甚至以太坊里的钱已经流入了炒作币 空气币甚至是NFT这些炒作产品里头了 也就是说我们以太坊很有可能在这里会再进行一波突破 但是呢突破之后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这波牛市的最高点了 它这个突破的时间和空间来看的话 大概就是在未来两周内完成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 其实你可以去搏一搏说做多以太坊 那么同时呢也要小心 有可能你做多着做多着 然后如果玩现货的可能就会被套里头了 如果玩合约做好止损 那么第四个是一个量价分析上的东西 那么量价分析呢 就是说你这个量和价是否出现了同样的趋势 如果出现了同样的趋势 那么你这个趋势会延续 如果趋势出现了逆转的话 我们会出现一个背离 我们这里价格在不断的被拉高 但是我们的成交量呢 成交量有被拉高吗 成交量并没有 成交量一直在下降 这说明什么 就是我们价格一直在涨涨涨 但是我们这个成交量已经无法支撑它了 这样的盘面是相对来说比较脆弱的 后续支撑它上涨的动率 也是比较少的 最后一个数据 我们看的是由OE数字货币交易所所提供的比特币杠杆多空比 然后我们看的是现货 为什么看的不是合约呢 因为我在以前的视频里头跟大家说过 现货里头的杠杆能影响价格的走势 合约并不可以 所以说我们平常看这些数据的时候 尽量还是去看杠杆 特别是现货的杠杆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杠杆 这个多空比大概是5.63走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多空比 也就是说市场上做多的情绪空前的高涨 那当然了相比我们519之前这段时间的多空比来说 我们现在的多空比其实还是小而戏 但是不可忽略的是我们这个多空比现在它上涨的趋势非常明显 很有可能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会继续攀升 因此达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 我跟大家说说为什么杠杆它比较危险 因为你一旦达到了止损位或者爆仓位的话 如果说你是做多的话 那你爆仓的时候或者止损的时候你就要卖出 就会导致市场上有一个螺旋踩踏式的挤兑 这个挤兑呢会把这个价格越挤越低越挤越低 就会造成价格的崩塌 那么结合这5点呢 我个人判断我们现在的牛市啊 处在一个相对于比较中后期的阶段 甚至因为我们个别数据的危险信号发出 我们要注意去进行一些获利了结和一些减仓 我个人的计划呢 是从9月中旬开始去做空一些比特币 以及去买一些做空的期权 那么具体原因呢 我这里也写了更多的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里头会讲我们具体预测的这个顶部时间和顶部的一个位置 其实主要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9月20号前后美联储会再开一次会 这次会议有可能会对宏观面造成很大的影响 而且同时呢 一个叫microstrategy的一个公司也要在9月20号被标普出名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搜一下这个新闻 那么这些东西加起来的话很有可能在那段时间我们会遇到一个小牛的顶部 那好 这就是这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大宝哥 有什么问题欢迎留言 我只要看到都会回答的 kalian 也 물론